13件中国牛人发明的五金小工具 五金垫都买不到 第13名 直接卡在管子上就能切割的快速切管器 用手旋转就能割断 铁管 钢管 各种金属管都能切割 体积小 切割速度非常快 用来很方便 第12名 晚上加班修车或者外出救援 用什么工作灯吗 可以尝试用一下我们手上这种工作灯 按一下两颗灯就亮了呀 一只手带一个 现在看看好不好用 把手机拿在旁边 你看 第11名 这个就是老铁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小型喷射焊枪 它火力超猛 瞬间能达到两千多度的高温 而且明火直冲 两种火力可以自由切换 平时用到的烧烤 点火 点烟 点炮 点煤气灶 烤猪蹄 用它焊接东西也是没问题 什么金银铜铁铝用它焊接都可以 接下来的水箱 水塔和锅炉 有点有动的用它焊接也是滴水不漏 这么好用的东西 现在价格还费便宜 十块钱都用不完就能把它带回家 需要的赶紧带回家吧 第10名 想往高处运东西 可以使用这个不锈钢小滑轮 有单滑和双滑可以选择 这样运送比常规搬运要省一半的力量 而且速度也很快 第9名 第8名 这么多扳手都不如一把扳手 5到27的螺丝一把就搞定 开口大小一转就行 以后维修 拆卸 拧螺丝 再也不用带一堆扳手了 大头拧大螺丝 小头拧小螺丝 第7名 这是一个新型多功能多角度台虎钳 它的钳口加持非常的大 平常我们可以用它加持各种零件 在切割打孔的时候 不用调节物体的角度 直接在台前上就可以调节 非常的方便省事 第6名 第5名 水龙头滴水漏水 以前都是用这种水胶布 咱们国人的小玩意儿解决了这个问题 直接套在水龙头上 插在管子里拧紧 角度刃一条 一滴不会漏水压再大也没问题 第4名 这是一款可以挂到钥匙扣上的便携强光灯 给它拿个头小 它的强光可以照亮上百个平方 还有弱光和暴闪模式 金属打造 这里可以用来开啤酒 背面自带强瓷 可以吸附到任何金属上面 携带非常方便 第3名 看看你见过这么好用的指甲刀吗 整体是鲜合金的 硬度就能达到60甲 用的时候非常简单 这个锁往下一滑 打开 超大的开口 用它剪指甲 不会乱崩 不会乱溅 干净又未生 剪完指甲 都在这个储存仓里 往垃圾桶里一倒 干干净净 不用的时候给它锁上 第2名 第1名 用角膜机切割彩钢瓦铁皮 不仅噪音大 而且还直冒火星子 这非常容易引起火灾 来看看这个科技很活 将这个东西安在电钻上 我们就可以实现电动剪切 剪钢板 铁皮 铜板 铝板 踩钢瓦 就像剪指片 它的切割非常顺畅 不会卡顿 无毛边 边缘平整 还不用后期打磨 可以直线剪 弯曲剪 什么形状的都不在话下